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活在世界上难免要遇到很多挫折和失败 一般人的反应 那么就是愿偏有人 学了佛之后 我们才会明白 混住我们身心的枷锁 是自己设下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设下的陷阱当中一头栽进去 并且一厢情愿的苦藏 悲伤的滋味 所以佛法让我们明白 人生必须学会变化 要懂得无常转化消极的这种能量 来防止自残 来防止自残自己善良的心理 所以每个人都说别人害了他自己 实际上就是自己在害自己 每一天叫着要报冤 要报仇 痛苦没有对他有丝毫的减少 罪恶 业障 也不会因为你 想要报仇 报冤 而因此减少 要学会心理常愧疚 任何的事情发生 都和我们心里心态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磊弱坦荡 你将会走过悲宫屈膝 面对自己 抬不起头来 说明你的身心 受到了创伤 所以佛法讲 行则若待禅所 处则若观 自顾 在你行动上 你就会 像带着 禅所一样 把你禅住了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走不开 处则若观 自顾 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 那么最后就剩下你腐败的灵魂 所以一个人痛苦之后 剩下的就是痛苦的灵魂 所以要学会珍惜 善缘 哪怕是恶缘 也要懂得 这是让你理解因果论 一件恶事发生了 你可以懂得 这是我上辈子 这是我上辈子重的因 今世 鸡的果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而现在的人 如果发现好的 觉得是应该的 发现不好的 觉得那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就是禅所 把自己禅住 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 它会非常痛苦 过不来 我们人实际上懂因果论之后 就明白了 现在和未来 只是一个连接点 我们现在唯一的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 做好现在 拥有未来 因为所有的过去 如阴暗 潮湿 如一切 乌云一样 都会过去 因为它只会给你带来 无量的 生死轮回的因 所以执着于过去的人 它还会带人间轮回 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 被过去的夜阴感召和报应 所以产生出来的 未来果 会产生了一些造果的因 而这些因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这么讲 我这么讲是对的 但是你没动脑筋的这么讲 你可能就错了 别人天天这么做的 你不动脑筋的这么做了 你可能就错了 所以透过自身的观察 要把因果看成 我们具体生活的依据 所以有智慧的人 害怕因果 没有智慧的人 天天行着因果 因果来了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一切的遭遇 脑海里会出现 不如理不如法 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那些念头 心灵 会被烦恼所制过 你的真正的良心 得不到舒展和解脱 所以一个人要懂因果 因为身体是我们的牢狱 因为身体需要 吃啊 用啊 欲望啊 你就开始用眼耳鼻舌声音 去追逐 去拥有它 但佛说过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不能永久的 以为是我所拥有 你就会被捆绑起来 被捆绑起心灵的人 他不会得到内心 真正的自由自在 所以佛福尚让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 更切身的 投入到真理的探索 积极的去寻找心灵 深处的解脱 首先 要改变自我 学国人要常常的学会 进口 这个进不是干净的进 是静止的进 进口 因为人一讲话 过去讲出口就是业 话讲出去像泼出去的水 收都收不回来 所以讲话快的人 他气动得厉害 所以一讲话去一动 你的心 就稳固不了了 你的心 就不会 平衡了 你的心会 执着于 我下 而远离了 无我中的 我中的认运 听别人讲 你会学到 很多的 心里的平静 自己多讲 心一动 念就住不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心念管不动 心一动 气就动 心不动 气不动 所以很多人生气 就是由心开始的 由气动开始的 最后 一肚子气 然后嘴巴开始乱讲 所以 禁住你的口 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防住你的心 你才能 心不动 心中的光明点 才会出现 大家知道 什么叫心中的光明点吗 就是善良点 慈悲点 所以你去看 不讲话的人 大家都喜欢他 话语多 整天跟人家 抢着话讲 你这个人 人家看见你 实际上会讨厌 所以要学会 自归一 自归一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 看到自己的过失 我今天 像不像菩萨 要看到自己过去的过失 要改正自己 的现在 要 环境 环境 自己的未来 所以你想 未来要把自己 变得干净 你今天 就要 改正 你知道过去的过失 你今天 改正了 你未来就干净了 所以 常需 下心 什么叫下心 也就是说 经常把自己放的 第一点 多听别人讲 少 少不止 以低下的心 对别人尊敬 低下的心 普行 恭敬 普行 恭敬 你们去看一个人 恭敬别人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千千君子 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有道德 有水准的 要普行恭敬 普遍的去行为自己的恭敬心 即是见性通达 你今天能够放下自己 你才能去恭敬别人 你今天觉得自己很高傲 你不会放下自己 所以当一个人普行恭敬的时候 你这个人基本上 能见到自己一些本性 通达你的社会上存在的意义 所以你去看 很认真的人 永远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恭敬才能学佛 恭敬的人 才能明心见性 心要让他常住在 干净和宽广的气场当中 所以一个人不能常生气的呀 你的心放在干净的宽广的气场当中 这就叫修行 你们如果把心经常放在不干净的气场当中 就会生气 师傅举个例子 今天人家讲句话 你觉得他是在讽刺你 你就等于把你这个心放在不干净的气场当中 如果你今天 人家说句话 你感觉像别人在讲你 但是你自己觉得 有着见识 无着加冕 无所谓的 我本来就在学 我不但要学佛 我还要学做人 所以自己做错了 好好赶 这样的话 你就是在干净的气场当中 修行 而且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人很痛苦的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过不去 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会过去 学会有事尽心就好 如果这个人活在世界上碰到很多事情 你只要尽你的心去做 你就是对得起菩萨 菩萨都看得到 有事尽心就好 我本无心 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无心的 有的心是什么 都是小心眼 嫉妒心 贪嗔痴慢心 所以 我本无心 何妨万物常绕心 就是你自己心 不挂在心中 你何妨 世界上万物 总是来 绕着你的心来走 所以你不要去挂心 不要给它有钩子 因为你的心 把这些世界上的名利 全部都挂上了 所以你就放不下 所以学会用佛法的理念 去作为修心的方法 佛法的理念 佛法的理念是什么 用欢喜心 用感恩心 用平等心 你才能放下万元 守住自己的心 守住自己的戒律 帮助自己 在不能自我控制的情况下 保持身口意 清净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今天不开心了 你要学会让自己的心 变得开心 因为明天会改变 你今天 没有感恩心了 你要把自己 伸出感恩心 你有没有感觉到 别人对你很多的帮助 任何一个人 现在对你不好 你都要想到 他曾经对你好过 他曾经帮助过你 这就是一种感恩心 平等心 不要去看不起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就是平等心 平等心跟堕落信不一样 堕落的人 他不努力 人家会看不起他 但是有平等心的人 他会觉得 每个人跟我一样 我跟每个人都一样 我没办 è 我一样 我反对了 每个人都要想不一样 只是 base我 我应该办 那么我们本身 就会看到 我的人家很有 pocke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